刚才跟一个朋友聊天 也不是聊天 就是通了几句话 那我觉得 我其实很想告诉大家 这个健身的问题 因为健身 很多人健身房请教练 那个没问题 请教练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这边的是提供的免费的 也许我自己是 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健身 然后呢 我记得我的 那个健身房的那个 有一位呢 后来得了上海冠军 在上海 同时呢 我又念意 所以我对健身呢 有个人的见解 也许对大家会有帮助 那个 很多人呢 健身其实有两大目的 对吧 一个 甚至三大目的 Let's say 那个 你可以帮助 对身体是一种运动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新陈代谢 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健身来减肥 也可以通过健身 来增强 肌肉 让肌肉更发达 那么减肥跟 发达肌肉 或者是简单的 增加一些 一个运动 它 就是不同的目的 它健身的方式 是有区别的 那么一般的 如果只是健身 对吧 健身房 你所谓健身房 就是健身嘛 你把身体练健康一点 那 我觉得 比较简单 跑步机 巴 那个 各种器械都可以玩 保持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强度 增加你的 体型款 增加你的代谢 增加一些你的胃口 这肯定是对身体有好处 当然 凡事都有 一个 平衡 你不能过分运动 过分运动 不见得是好事 能燃烧的 机体燃烧太快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减肥 减肥呢 打个比方 你做 随便举个例子 你做一个固定的运动 拿两个牙铃这样 你一做 你 分量不重 普通的几磅 十磅 五磅 做个 一百下 你接下来 休息个两分钟 再来个一百下 这是消耗 那个 卡罗里 消耗那个 脂肪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你想消耗 手臂的 刚才这个运动 对吧 对你对你前部的手臂的消耗 对吧 肌肉 那个增强运动 是有好处 那个 你想 减哪块地方 你去做那块地方的运动 那么 时间一般在健身房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够 不要太多时间 不要举一练就是两个小时 我觉得太多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比较正常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 那个 把肌肉长大 长强壮 练得好看 这样的话呢 那是另外一种方式 不是一种消耗型的 它是力量型的 因为肌肉是通过你 你的使用的力量来增加的 它怎么增加呢 就是我现在是拿起来不运动 我就拿个雅银 随便说 三十磅 几十磅 无所谓 我一般家里我是二十五磅 对 二十五磅 我可以 就随时随地拿起来不运动 就是来个 十下 明天在十下 后天在十下 这个呢 它原则上 它不会快速地把你肌肉增加 因为这个是符合你 本身 你的能力可以做到的 这个对你增加肌肉 让肌肉更强壮 更发达 长出来更新的肌肉 帮助不到 那怎么样去练才能有帮助呢 就是 我能来十下 休息两分钟 还能来十下 休息两分钟 还能来十下 三足 OK 那么 打比方你每星期 每天练一次 或者隔天练一次 一个星期以后呢 我提高了 变成十二下 然后 又过了一星期以后 或者是两个星期以后 当然这个时间不是那么恒定的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 对吧 不要去过分的强迫 两星期以后 当我练了一段时间了 我变成十五下 到那时候呢 你其实应该增加分量了 你来个增加个五磅 五磅以后呢 可能你又变成回到六下了 只有 OK 你六下 两分钟以后六下 做了三足以后休息 这样的话 你过一段时间呢 又提高到八下 十下 以此来算 原理在哪里呢 就是你始终要去 冲击你的极限 因为你本身是步行 你现在咬了咬牙 冲击了你的极限 这样的肌肉呢 会根据人体是一个 自然调节功能 根据你需要 使出的力量 它慢慢去增长 这种情况下 它会增长 你是强迫它增长 当然你要吃得好 睡得好 休息得好 这样的话 你的肌肉会 会相对的相对快的 那个增长 这是 我简单的跟大家聊 那个 健身的方式 当然你要建哪块肌肉 你是肩肌 那个腰肌 大腿 小腿 对吧 二头肌 三头肌 不一样的肌肉 是不一样的动作 我在这边 没办法跟你一起解释 比较复杂 其实呢 也并不很复杂 健身房里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器械 它就给你训练不同的肌肉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 一开始去选择两到三个项目 你慢慢慢慢提高你的运动量 慢慢慢慢提高这些肌肉的那个 那个能力 所以它能力强了 它会健壮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去看一下 就能更多理解 大概比方举重运动员 对不对 那个肌肉很厉害 它是爆发力 但是一个短跑 长跑 特别是长跑运动员 它是个消耗力 长跑的人都是很瘦的 它肌肉的耐力很强 所以这是一种消耗运动 长期的 所以这上面呢 就是根据你每个人个人的需要 我需要我健身通过 我的肌肉长得漂亮一点 或者是我想身体好一点 或者是我代谢高一点 或者是我想减肥 我什么地方 那个脂肪有点多 有点丑 那个 当然是每个人自我感受 有点不好看 那你就通过这个健身 去塑形 提高你身体素质 当然 这里面很重要一点 如果是你要增加肌肉 那你一定要增加高蛋白 那所谓的蛋白粉 不一定非要去吃蛋白粉 当然你可以在你的饮食上 提高高蛋白的比例 有人吃很多鸡蛋 还有大比方 那这个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那个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因为我相信 我 我自信啊 不好意思 我比一般的健身教练 理解的更多 懂的更多 我因为学医的人 学解剖学 学医学理论等等 我 我的整个人的身体 都要解剖开来 划开来 看哪个肌肉怎么长 跟哪个骨头接在一起 身体构造什么样 我们都有 玩过这个东西 虽然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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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恶心吧 那个 当然 所以 这做医的过程嘛 必然过的嘛 学医的过程 那么 这样对那个人体那个健身 可能会 对肌肉的走向 可能了解的 多一点点 因为 这是我 小小的自信 不好意思 你可以 可以跟我这么 不同意 你自以为是 OK 没问题 我 我心态很好 你怎么说 我都没问题 好 可以 谢谢 希望你喜欢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好 拜拜 谢谢